在数据爆炸的时代,拥有数据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就算没有数据,我们都可以使用政府开放资料当作资料来源 拥有数据不难,难的是要知道数据分析的方法 大家拿到数据之后,像这一个Excel资料表 过往都是透过枢纽的方式整理成这种资料报表 可是这种资料报表如果多了,我们看了前面会忘了后面 甚至无法快速得到共识 可是现在这种视觉化的方式一目了然 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报表的资讯 所以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学会掌握资讯 在这个课程里,我会教非常多种分析的手法 连续性分析,但忘记分析,新期比较分析,同期比较,散步分析,分群分析,动态分析,地理分析,综合比较,联动分析 分析方法要教给你 会发现你慢慢的就会掌握这些分析的方式成为分析高手 当然在分析的过程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函数是您一定要知道的 不过,只要您具有ECEL, SUM, AVERAGE等等这些函数的使用经验 我相信您应该可以很快的上手使用这些数据分析函式 在这个课程完毕之后呢,您将具备非常多的分析策略 还有资料整理ETL的基本观念、数据分析的能力 学会DEX函数以及视觉化分析掌握数据 若您希望从一堆的数据快速整理变成资讯 了解数据的行为模式 并且让这些行为模式变成耳后制作政策的拟定参考 我相信大数据分析123课程绝对可以帮助您探索数据 掌握视觉化分析